全世界鎖定的是Focus1300 整點新聞 我是戰書漢 新聞一開始 我們看到大陸過去三天 派遣了超過90架的共機擾台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 也發了聲明來表達關切 普萊斯強調 美國相當關心的是 中國大陸在台灣周圍的 軍事挑釁行動 而大陸是派遣了 大量軍機的一個行為 可能會有雙方誤判風險 他也重話來批評 北京是在破壞區域和平穩定 要求大陸停止在軍事 外交以及經濟方面 對台灣施壓 並且重申的是 美國對台灣的承諾 堅若磐石 會持續來協助台灣維持足夠的 自我防衛能力 履行對台的承諾 來維繫台海以及區域方面的和平 還有日本在上週五解除了 為期半年的緊急狀態 解封後的第一個週末 各地餐廳除了可以延長營業時間之外 現在也允許來提供酒精飲料 除了日本以外 越南的胡志明市也在封城的 三個月之後解封了 有專家就分析 亞洲國家因為民眾比較相信政府 也讓整個疫情比較容易 在短時間內控制下來 路上空蕩蕩依舊沒什麼人 只有少數店家開門營業 日本解除緊急狀態的第一個週末 人潮沒有如預期出現在 沖繩最熱鬧的國際通 日本從八月單日確診新增兩萬例上下 現在一路降到每天千例以下 各地方政府也鬆綁防疫對策 除了日本以外 開放餐飲商場和戶外活動還有越南 胡志明市和部分大臣結束近三個月的封鎖 十月開始放寬限制 就是為了挽救下滑經濟 日本和越南緩步截封 反觀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 每天確診依舊居高不下 專家認為歐美疫苗接種 推展不如亞洲順利 恐怕和社會氛圍有關 綜藝已經開始到現在將近兩年 全球染疫死亡人數已經超過500萬人 儘管打疫苗可以減少重症機率 但南韓軍事基地還是出現46名軍人 在接種輝瑞疫苗後發生突破性感染 打疫苗並非萬靈丹 疫情的反复或許會是人類的新日常 大陸缺煤限電問題持續嚴峻 加上了進入到十月以後 東北以及北方地區的氣溫是快速下降 現在已經有不少人都非常擔心 缺煤的問題可能會影響到當地 今年冬天的供暖狀況 一片白雪覆蓋草原 這是現在新疆的美景 但很多人看了恐怕開心不起來 因為整個大陸北方地區 冬天都要靠熱力廠生產暖氣供應居民 勢必增加煤炭用量 問題是現在各地的煤都不夠用 根據路透社報導 有東北民眾擔心缺煤可能導致無法供暖 家裡老人小孩怎麼度過紀念冬天 同一時間大陸官方則是下令 陝西 山西跟內蒙古業者全力生產煤炭 供應冬季應急使用 除了量不夠 另一個大問題是價格 如果一般市價賣給電廠 結果就是發訂越多 賠錢越多 根據外媒報導 大陸今年缺煤除了航運受阻 造成進口煤炭供不應求 接連幾次礦難 讓本地煤產量拉不上來 中國急著搶購煤炭 又拉高了國際煤價 澳洲紐卡素港的優質煤炭 已經漲到破紀錄的每噸203.2美元 TVN綜合報導 回到國內我們看到央行三度打房 但是對於首購族是不受影響的 只是隨著這個房價飙升 1300萬元的新城屋 以一家三口每個月存3萬塊為例 光是自備款就要存7年多 而現在更傳出的是 銀行針對了六都的核貸更加謹慎了 P&P地段貸款成數只有5到6成 央行既出打房政策 但是目前還沒有看到房價明顯下跌 根據統計 今年全國房價低劑 比去年增加5%左右 所以對手購族來說 雖然貸款成數沒有受到影響 可是要存第一桶金的時間也越來越長 央行三度出手打炒房 六都和新竹縣市都被點名 還傳出這八縣市的蛋白區 銀行建價比照中古屋 核定成數頂多5、6成 主要是舊營造成本沒有跟著調升 所以見價時會受到影響 不過是以非手購和偏僻的地段下才會發生 除非這個房子的所在的區位非常偏 比如說在市 或者是高雄納馬蝦那些地方 在這個房貸的核貸上才會受到明顯影響 另一方面手購族越晚買房低桶金自備款得存越久 以一家三口雙新家庭月薪十萬 每個月存三萬元為例 要在新北市領口找30坪的新城屋加車位 均價落在1300萬元 如果是手購族貸款成數可到八成 自備款260萬得存7.25年 至於15到20年的中古屋均價約950萬元 自備款要出190萬必須存5.3年 更別說如果非手購族貸款成數只有6到7成 1300萬的新城屋自備款要衝到520萬元 對手購族來講政府最近的打房政策 其實跟你一點影響都沒有 為什麼是第二戶以上 或者是名下有多戶房子的這種投資客呢 你所受到的這個影響就會比較來得大 然而手購族預算有限 往往只能選擇和自己年紀相當的老屋 根據統計今年第二季屋林超過30年的中古屋 將近450萬宅佔50.43% 等於美領台北市更高達7成 台南高雄也過半 專家擔心未來人老屋也老的居住難題 只會更嚴重 TVN新聞陳寅人 吳叔瑞泰報導 為了要落實居住正義 蔡總統不只一次喊出了8年20萬戶一定要達標 只是看目前的數字真的還有一段落差 如今內政部提出了第三條路 要把這個這一波疫情當中受到影響的旅館 來轉作社會住宅看似雙贏的合作模式 其實有不少的困難有待解決 包括了需求的更動 還有資金的補貼 這是我們旅館的大廳 就是也是我們交易廳 就是客人可以吃飯聊天的地方 每一個細節經歷輕微 兩年前為了開這間青年旅館 不到40歲的陳老闆 幾乎砸下所有資源 以外國旅客為主 原本一切都很順利 誰知道開幕才幾個月 就碰上疫情攪局 如今住客掛鈴成了常態 在難以經營的現況下 政府也順勢出招 推出與合作雙贏計畫 要將旅館轉軌作為社會住宅 租的話也要看租的價錢 因為如果像我們只有兩個房間 租出去也只能租兩戶的話 可能對我們沒有那麼有利 那我們要花一大筆點改建 那如果租完又要改建回來 那不如我們就賭 譬如說半年的話生意會更好一點 我們目標也是在找常租客 可是像這種青年旅館的形式 要找常租客事實上是比較有難度的 因為如果你還在這邊 這個空間住一年的話 我看也是 對啊你要放自己的東西啊 或者是生活也沒有到 真的那麼方便啊 將現有房屋作為未來社會住宅標的 繼社會住宅包租代管之後 內政部研擬準備第三條路 透過政府直接興辦 但實質上是仍然擁有者的資產 以共同合作方式將旅館縮短閒置 三到五年的時間 仍有穩定的收益 為了達成總統蔡英文的安心住宅政見 內政部規劃了社會住宅的計劃 目標八年內興建二十萬戶的社會住宅 裡頭包含了十二萬戶的直接興建 還有八萬戶的包租代管 而到2020年底的時候 包含興建中還有興建完成的社會住宅 有四萬戶出頭 但是包租代管的部分 截至今年五月底達成率是只有百分之二十二點八 而現在在這個時間點推出旅館轉社會住宅 喊得非常響亮 但是從整體的空間規劃到設備都是一大問題 以一般旅館房間來看 從動線空間規劃到使用便利性 都是設計作為旅館用的 短期使用跟長期居住就有差 就算有意願轉回社會住宅 也不是想就可以了 一般旅館的房間內不會有一些烹飪的設備 還有一個洗涤的設備 你還是必須要有洗衣機跟烘衣機 18坪來算的話 營造成本可能就三百萬連裝潢 所以你用十分之一的投入 那畢竟旅館已經都蓋好了 你只要稍微改一下就可以了 政府與其花三百萬去蓋一戶的社會住宅 不如投資三十萬在旅館業做一個轉型的費用 這是一個很創造三銀的機會 現實面條件就是第一層考量 旅館業已經在苦苦撐 可掏不出錢再進化 就怕缺少中長期計畫 雙銀反而變雙熟 而且對一個公共政策講 這才是一個比較穩定的公共政策 不然就會很容易讓我們懷疑 他純粹只是為了充塑料 這三到五年反正到時候可以算在 蔡總統的所謂的多少戶裡面 反正三到五年之後 反正就下一屆的就無所謂了 落實居住正義 設宅計畫宣布啟動第二階段 在蔡總統再次宣示2024年20萬戶 一定達標的口號下 任何方法都先納入考量 記者新聞張正安 陳文月台北採訪報導 還有國產署今年釋出了 北市光復南路上投自由辦公廳設的改建標案 而且搭配上了大安區以及中山區兩塊基地的70年地上泉 作為一個招標的誘因 不過依舊是兩度流標 專家分析了 除了其中的建案上容積率太小了 還有這個位在住宅區作為地上泉建案出售難度很高 所以建商是興趣缺缺 目前國產署也研你要規劃改為南港區 一千百坪的土地作為標案 希望能夠提高誘因 國產署今年釋出位在光復南路 這兩棟建築物的自由辦公社改建標案 另外還附上了中山區還有大安區兩塊基地 70年地上產權作為誘因 不過到目前為止兩度流標 兩棟建築物物齡已經超過45年 如今要做都更改建 總花費約11億 這筆龐大支出 採用與民間廠商合作開發改建原址 再結合精華地段地上權作為業者收益 因此釋出了中山段基地還有精華段基地 約600多坪的地上權給建商使用 但仍面臨招標難題 包括營造工程物價指數 大概這一年也上漲了一成以上 把本來預估的工程經費可能要適度的調高 比如潛在廠商反應 我們本來搭配的中山段 它的商業區還不錯 但精華段因為它是只有 柱3、2、5%的容積率 它的開發量底是比較受限 牽涉到住宅區的地上權使用收益小 又加上營建缺工缺料問題越來越嚴重 導致成本增加讓不少投標者卻步 大安區的這一塊它限制就會比較多 因為第一個是它是純住宅區 再來加上它的這個零路的寬度 相對來講只有6米比較窄 那比較麻煩的是它的這個形狀 它是長形的 甚至上面還有一些老樹的問題需要被解決 標案選址位於北市淡黃區仍是卡在誘因太小 導致改建案仍然流標 國建署也決定換菜色 初步擬定改為南港平蓋工廠旁約1100坪土地 再搭配原有的中山段基地 不過專家分析要順利脫標 還得有一項關鍵因素 就是住宅地上權價格 地上權住宅一般民眾的接受度比較低 而且台北市的買方更是斤斤計較 就是認為說地上權的住宅 應該是低於市價的七折以下 才會比較有吸引力 所以對建商來講 這個價格如果沒有吸引力的話 建案不是很好賣 根據住宅資料統計 2015年以來地上權推案十分低迷 2015年到2020年之間 只有兩個地上權案推出 現在又出現地上權案 專家分析主要是受到防市景氣復蘇 但推在住宅區也判透過調整權利金的方式 讓建商在未來推出地上權宅時 能有更多價金折讓的空間 增加投標意願 若以南港區的土地地上權屬於商業區用地 比較受到市場青睞 換到我們看到在南港這邊的特商區的土地來講 第一個是它面積夠大 再來就是它又是完全的 這個已經可以使用的宿地 對於建商來講 它可以馬上投入 它不會有一些不管是都更程序 或者是基林地整合 它產品可塑性會比較高 如果開發成是住商混合的話 當然你這個辦公室的價格會相對低一些 你最好的方式就是可能要先找到買主 然後再朝住商混合的模式開發的話 未來的這個利潤可能會比較高一點 也比較好賣 專家分析以地上權推案來看 民眾購物多以自用為主 都希望能夠永久持有 上半大樓流動性大比較具有吸引力 不過改為南港商業開發區 能不能讓票房毒藥順利脫標 仍是觀察重點 TVV的新聞華正森 柳一君台北採訪不到 日本國會將會在今天投票選出新任的首相 目前眾議院的議員正在投票當中 詳細的狀況連線國際中心記者彭惠元 是的 畫面上您看到的就是日本國會 在今天召開了臨時會投票的畫面 他們將選出的就是日本的第一百任首相 而由於自民黨在參眾兩院都是有絕對優勢的 也因此他們上個禮拜選出的新總裁岸田文雄 將輕鬆獲得投票通過就任日本首相 就在取得國會同意之後 岸田文雄也將會轉往黃居 接受得仁天皇的任命式和認證式 岸田已經決定要在這一次臨時會閉幕的14號 會宣布解散眾議院 並且在這個月底的31號來進行眾議院的選舉 會選出新的國會議員 而岸田的新內閣名單也幾乎已經是全面曝光了 這其中和台灣比較相關的外交事務和國防事務方面 外務大臣是由茂木敏充以及防務大臣岸信夫雙雙獲得留任 是否延續菅義偉時代抗中友台的路線 也是接下來岸田文雄的執政焦點 以上就是關於日本的最新訊息 把時間交還給棚內 持續回來進入到我們是全球第一線的單元了 今天我們要看到大陸11國慶開跑 10月1號解放軍就在台灣附近進行演習 連續三天將近100架次進入到我國的西南航空識別區 關於這一回台海的情勢緊繃 我們請到的是台大政治系的教授 佐震東老師正在我們的線上 老師是否跟大家打算招呼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謝謝老師加入我們這一節的內容當中 老師我們看到了共機挑釁的一個狀況之下 美國國務院稍早是發了聲明來譴責 表示這是在破壞區域穩定和平 同時敦促北京要停止這樣的一個手段 威迫台灣 老師你怎麼看台灣其實夾在兩牆之間 如何來自處呢 請教老師 我想面對這樣子一個 空前困難的環境 我想首先第一個 國內我們國人民眾之間的團結是非常重要 那民眾的團結當然很非常基礎的工程 是在於大家對於國家的認同 對國家未來的方向有一個基本的共識 這個我覺得是政府應該要去努力的方向 第二個當然就是我們要厚制國防實力 不管外外在的局勢如何的變化 我想要能夠確保國家的安全 我想我們政府在對外交往的時候 非常重要的一個工作是在於我們跟其中一邊交往的時候 不會讓另外一邊覺得他的利益會受到損害 這個是在普瑞澤那本書裡頭講到 就是所謂的安撫師的交往 就是怎麼樣讓另外在跟兩大強權交往的過程當中 讓另外一邊可以放心 我們會尊重他們的一些關切跟顧慮 那我想這個是在我們面對兩強競爭過程中 如何如何確保台灣安全 我想在對外交往上我們可以思考的一個方向 而美國國會的惡鬥現在造成的是美國聯邦政府 插調關門大吉 索性臨時開支法案通過 讓這個拜登可以稍稍喘息一下 不過現在因為民主黨的內吼讓拜登很罕見 他前往了國會來試圖平息民主黨內部的一個意見分歧 那老師拜登心心念念兩項法案 到底為什麼民主黨自己內部都擺不平呢 請教老師 這個問題其實非常有趣 就是說在過去一段時間 大家認為說世界各國的政治激化越來越嚴重 兩大政黨之間相互對抗互不妥協 但現在這樣子的氛圍已經燒到了民主黨內部 所以這個是不是代表民主黨內部 乃至於未來我們看到共和黨內部 都會發生這樣子的情況 我覺得很值得觀察 那這一次的事情主要是因為兩個大的法案 一個是這個基礎建設法案 一個是社會安全網的這個兩個這個法案 那剛好民主黨內的這個溫和派是支持這個基礎建設法 然後主要是通過這個參院的這個 這個些微的多數很有限的多數很有限的優勢來支持這個基礎建設法 而眾院呢而而進步派呢則支持這個社會安全網法 然後通過這個眾院的多數來來阻撓這個法案以換取參院對於社會安全網的這個法案的這個支持 那這個當然有一個基本的結構是因為民主黨在眾院跟參院都是些微的多數 在眾院民主黨是220席對共和黨的212席 在參議院的話這個民主黨跟共和黨其實都是5050 那要靠的就是這個副總統擔任參院主席 這樣子一個身份可以勉強多一席 所以因為這樣子一個結構使得民主黨內的這個關這個小部分的成員呢 可以成為關鍵的因素 而這樣就會影響到我們所看到這兩個法案的通過 所以基本上來講這當然是一個政治極化 延燒從這個兩大黨之間延燒到黨內 但是也因為這個議會的結構 所以才使得這次的法案出現這樣子一個僵局 好接著我們就要看到了 從上週一直帶大家來關注 就是英國出現了油荒 可是不是因為沒有油 是沒有開運油車的司機 現在有26%加油站呢 都沒有辦法供油 甚至進一步超市貨品也出現短缺 有說法是因為英國脫歐了 所以很多外籍的司機沒有辦法留在英國來服務 老師您怎麼看 然後有解決之道嗎 基本上這個是一個英國脫歐之後的現象 就是主持人剛才所講到的 因為英國脫歐之後 再加上英國的一些這個邊境的法案 新的新的邊境法案 使得原本的其他歐盟國家的勞工必須離開英國 這也才導致了英國的這個勞工不足 那特別是一般人不願意投入的這個3D產業 當然就碰到這樣子的問題 那目前英國所採取的做法 第一個就是訓練軍人 好像第一波投入150人 另外還有150人可以待命 那讓軍人來承擔這個運油的工作 此外他也開放海外油罐車的司機可以到英國來 大概這個名額有大概4700人 那其實下一波可能英國會碰到的一個困難 就是這個家序的這個屠宰業 因為馬上聖誕節要到了 那怎麼樣在這一方面有充分的準備 所以這個也會開放短期的勞工 這個我想英國目前是採取這樣子的做法 來解決他的問題 那這個裡頭其實我們也可以看到非常有趣 就是當初脫歐的時候 大家覺得英國人可能就覺得說 我們不需要這些勞工 這些勞工對我們帶來很大的困擾 但是等這些其他歐洲歐盟國家的勞工離開英國之後 大家赫然發現到說 其實我們其實英國是需要這些勞工的 這也當然也就反映出現在全球化的時代 其實各國之間相互依賴的情況是非常的高 往往我們自身其中不自覺 但是一旦其中某一項要素抽開的時候 抽離的時候你就會發現到說還是不行 確實現在可以說是大家都非常緊密 要輕一髮動全身 還有我們剛剛提到能源 所以就來提到對台商影響很重大 就是大陸缺電 有限電的一個問題 現在傳出可能會逼迫台商出走 甚至有消息指出了 和大陸貿易往來非常密切的越南 也因為現在大陸限電 所以成衣 智血等原物料的價格 也都是上漲的 而老師現在冬天腳步又逼近了 大陸限電真的會像很多當地預測都說 會變成常態化 背後衝擊該如何 要請教您了 我倒沒有那麼悲觀 當然這一波的限電對台商的影響是蠻大的 尤其限電的省份 這11個省份很多都是台商雲級的省份 所以對台商會帶來相當大的衝擊 但這些衝擊目前來看是短期的 那特別我要講的就是說 如果我們去看到這一次大陸各地方限電 它背後的一個因素 一般來說是三個因素 第一個因素就是全球的煤價上漲 那因為煤價上漲使得 那再加上大陸本身呢 它對於這個電價是有控制的 那在電價是固定的 而煤價上升的情況下 那你使用煤來發電就會入不敷出 所以發電發的越多虧損越大 這也是導致主要的火力發電廠 它不願意擴大營運的情況 那這個是第一個因素 第二個因素就是因為大陸各地 大陸這個經濟需求暢旺 主要是在去年已降 大陸是主要的工業國家當中 主要的工業生產國當中 還維持基本正常運轉 所以在主要的 在所有的製造業幾乎都看到 大陸是一支毒秀 那這樣子一個需求暢旺的情況下 當然也會帶動對電力的需求 再加上今年很多國家都開始復甦 所以全球對電力的需求是快速的成長 第三個就是大陸最近為了這個 邁向碳中和提出了一個雙控政策 就是對於這個能源需求的 這個能源使用的使用的總量跟強度 都希望有所控制 那這三個因素當然就是導致了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樣子一個限電的一個問題 那如果我們把這三個因素加以分析的話 會發現其中兩個因素都是來自於政策 一個是對於電價的控制 一個是對於能源使用的控制 那這兩者既然是政策來自於政策 那麼當然它也是可以調整的 而且在短期間調整的空間是存在的 因此我會認為目前這個情況應該是短期的現象 同時我也認為對於台商來講 雖然電力限電問題會對生產造成一定的干擾 也必須要加以克服 但是它的一個背後的原因 既然其中之一是來自於它的需求暢望 那當然台商可能更可能會是希望能夠控制 就是克服它的這個限電問題 而繼續留在大陸生產 好 不管台商最後決定留在大陸 還是說真的要出走 其實這幾年一直都在講什麼台商回流啦 出走大陸啊 這樣的說法在大陸限電之前就十有所玩 而現在又碰上限電 那老師您怎麼看台商未來 畢竟說這個出走大陸 離開大陸的這個市場擺脫過去高度依賴 可是台灣推南向也很久了 奴隸空間卻還是很大 那政府應該有別的配套嗎 要請教老師了 不客氣的說 蔡政府過去這幾年推動的南向政策 新南向政策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盲點 就是不斷的要用國家隊去帶動產業的移動 那這樣子的國家隊其實是忽略了 第一個忽略了市場的機制 那因為產業的移動其實它很多時候 它是需要它的這個新的產業地區 新的生產地區 它的其他相關環節的套配 那比如像以台商雲集的電子業來說 它是很需要上下游的產業聚集 那如果你要移動的國家 你要移去的這個國家 它本身沒有這樣子一個上下游產業的一個存在 那麼你要移到那個國家去本身就會存在一定的困難 第二個就是這個國家隊思維 其實它忽略了既有的一些生產者 它的一些在市場上原本有的優勢 所以等於是投入了大量的資源去創造一些新的機制 新的組織 可是它的效果其實是事倍功半 所以我們會看到說其實台商的確在過去這段時間 有一些向南移動的情況 有一些到東南亞的情況 但是這樣子的移動 第一個沒有改變我們的出口 仍然依賴中國大陸的這個現實 特別是在去年我們的出口對大陸的依賴 來到歷史新高 來到超過了42% 那這個當然其實也就說明了新南向政策 在過去這段時間其實是沒有太沒有顯著的效果 另外就是台商向南的移動 其實更多的是來自於美國對大陸的這個貿易戰 也就是說其實不是因為政府 如果真的有很大量的 真的有一定數量的移動 那可能主要的動力也是來自於貿易戰 來自於美國的政策 而不是來自於我們政府的政策 我想這個是蔡政府應該要去思考 好也就是說整個要帶動產業鏈的脫離 恐怕整個市場的評估 都還要重新再做一個了解了 謝謝老師帶我們了解各方面的一個面向 謝謝老師 好接著我們要看到 是美國前35大的企業執行長 去年平均收入是高達了6.7億台幣 這個薪酬是一般員工300多倍 也就是CEO只要工作一天 一個員工就將近一年的薪資會入袋了 專家分析這樣子一個非常龐大的差距 主要是和CEO的薪酬結構有關係 每天在辦公室裡爆肝加班 擔心水卻好像怎麼都沒有增長 小蝦米跟CEO的天差地緣這樣收入差距聽起來已經夠心酸 過去40多年來的薪資數字變化已攤開 才真的讓美國民眾欲哭無淚 會出現這樣的差距其實很大的原因是薪酬組成的不同 這些執行長大約有八成的薪酬都是跟股票有關 尤其90年代 科技業蓬勃發展每股正熱 CEO的薪資也跟著飛漲 企業之間還出現攀比的心態 更把這些天之交子的薪酬推向最高峰 這樣高新聘請來的執行長勢必得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 但專家卻發現評判標準比想像中寬鬆得多 員工與執行長之間的薪酬有天壤之別 也是因為一般薪資的增長幅度太低所導致 高失業率迫使不少人不得不去就第一型工作 全球化也讓企業把工作內容外包到其他國家 員工薪水幾乎不動如山 專家認為要有實質性的變化推動整個產業改變遊戲規則 就得靠社會輿論的壓力 讓更多CEO願意把入袋的薪酬跟更多員工分享 經濟學家也認為拜登政府這一波經濟拯救措施 準備大幅降低失業率有望減緩薪資不平等的窘境 但這樣長期性的薪資結構不平等 不是短時間就能扭轉 殘酷的現實就是或許在你我退休之前都難以改變 紀元新聞綜合報導 那自己當老闆吧開店做生意說起來好像很簡單 而在美國加州有一家餐廳就面臨了倒閉的危機 一場40人的模擬工餐廚房外場都是上演一個大災難 我們現在跟著TLC旅遊生活頻道一起來看一下 民廚如何來拯救這一家NG餐廳 開餐廳當老闆是很多人的夢想 只是美國加州餐廳老闆凱特林 受祖母啟發雜錢創立的餐廳經營卻面臨迫切危機 主持人兼主廚羅伯特得在兩天之內用一萬美元預算來進行搶救餐廳大作戰 主持人進行40人模擬工餐而光是餐點製作就有大麻煩 這是大麻煩的 空旅遊制中架一塊就全部斷掉了 胃的就算了 像是人家在gos做的 出房外場大災難 主廚羅伯特跟老闆正面交鋒 要在接下來的36小時 徹底改造這家問題餐廳 首先餐點好吃 才能吸引顧客上門 其次是店內裝潢大改造 餐廳徹底改頭換面 從原本燈光昏暗概念不明 搖身變成明亮溫馨的美式餐館 餐廳完美大變身 廚房料理手法也大晉級 斑乃迪克蛋捲餅好吃到 讓顧客一口接一口 主持人大秀傑出一手 成功為老闆換腦 灌輸他食材成本觀念 以及經營理念 就原決往破產餐廳 不可能的任務圓滿成功 TVBS新聞綜合報導 高鐵宜蘭的延伸案 要設在哪裡呢 四城站是一個選項 不過行政院政委吳澤成的老家 就在四城站的徵收區段內 所以地方流傳有炒地皮之嫌 對此吳哲成是予以否認 立法院的同仁共同來提案 希望交通部能夠審慎評估 設站在四城站的適當性 大力反對宜蘭高鐵設在四城站 然而剛才在質詢時 立委陳歐柏面對政院公共工程 主委吳澤成卻不說 或許也是怕誤會 因為吳澤成的老家 就在四城站的徵收範圍內 現在更被地方流傳 有炒地皮的嫌疑 我覺得真的是冤枉 這樣的一個不當的誤導 我覺得這樣是不應該 我的家在那個地方已經兩百多年 早在林佳龍擔任交通部長時 就已經有建議是宜蘭站 後來卻突然殺出一個四城站 也難免被聯想 畢竟地方已經有消息傳出 有人在宜蘭站附近買房買地 要等土地翻漲 四城站那邊的土地 都被很多人這個價格飆漲 我不了解 也沒有聽說高鐵站要核定 所以說宜蘭附近的土地 有土地飆漲的問題 我也不了解 四城宜蘭哪個好都說 沒政治考量要以專業評估 交通部的報告也寫出 四城站位於最北端 路線長度最短 經費最便宜 而且附地大 但缺點就是運輛第一 轉車時間久 而宜蘭站長度跟經費 都不如四城站 不過周邊接駁功能完善 缺點就是商業區拆遷困難 道路也不夠寬 高鐵宜蘭延伸案中央地方再度槓上 TVB小車訊領強台北採訪報導 還有台北市府今年國慶翁翁包曝光考量防疫 如果想要拿的話一律就線上預約 現場領取只有500個名額 另外呢3000份是雙十節當天抽出再寄送到你家 出去玩樂要一塊出門交流了 不同背法設計實用搭配霧灰藍卡其綠兩種文青色 前面寫著台北2021背面則印上雙十標誌 台北市的國慶翁翁包曝光 但今年遊戲規則有改變 疫情趨緩防疫還是不能鬆懈 北市府今年依舊採線上登記 但分兩種模式 10月6號登記的限額500人 可以現場管理並領取翁翁包 而10月7號跟8號兩天登記的 則是在國慶日當天會抽出3000人 再把翁翁包寄送到家 避免民眾徹夜排隊大批人群造成群聚 而依照去年經驗 預估將會吸引15萬人來搶這3500份翁翁包 我們可能會用座位的方式 不要讓他們密集的排隊 工作人員拿包去給他 他就不要站起來過來排隊 他拿到包之後就可以離開 台北市的國慶典禮也要採石連制 至於總統府的國慶 禮賓人員服裝也正式亮相 那再來就是他不對稱的後更天 以各種優雅的粉偶色為主 在運用科技的數位印花 今年總統府在找來設計師 占樸操刀 為禮賓人員統一製作服裝 中央地方緊鑼密鼓 從小地方找巧思 迎接雙十國慶 TVBS新聞朱光宏劉立成立體台北報導 日本知名作家村上春樹 回饋他的母校早稻田大學 捐贈了大批書籍還有手稿 而且請來的是建築大師威延吳 把一棟舊館重新修整成為國際文學館 並且命名為村上春樹圖書館 日本知名的早稻田大學 校園內多了一個新地標 建築物外觀有著波浪造景 這是早稻田大學的全新國際文學館 同時也命名為村上春樹圖書館 從一樓延伸到地下一樓的木質書櫃 一隧道意象來設計 兩旁夠有約兩千本藏書 階梯上還有個小巧思 擺放了正在看書的人形裝飾 這座圖書館 其實是由老舊的四號館改建 請來建築大師 同時也是村上春樹的好友 魏延武操刀 和一般的校園圖書館不同 村上春樹圖書館 布置了黃色吊燈 圓桌沙發椅 營造溫馨居甲感 另一序有廣播錄音室 鋼琴咖啡壩 希望讓使用者在這裡悠閒看書 也可以在這裡多多交流 春上春樹 將自己的小說作品原稿 海外翻譯作品 以及他蒐集真長的數萬張唱片 捐給母校 整修經費約耗資12億日元 支合台幣3億852萬元 尤漢村上春樹 統合界的校友 劉尼科羅創辦人劉錦正捐贈 館內的一個角落 副科首線村上春樹的書房 村上春樹圖書館 10月1號正式開放 不是早稻田師生也能進來參觀 預計成為書迷拍照打卡熱點 早稻田大學的前身 東京專門學校 創立於西元1882年 1902年京政府認可改名為早稻田大學 至今有100多年歷史 校園內的銅像建築隨著時代翻修 現年72歲的村上春樹 在1968年進入早大就讀 大學時期忙著談戀愛 結婚 經營爵士花費館 雖然讀了七年 實際上很少進校園 如今成了傑出校友 還成立了以他為名的圖書館 他希望這座國際文學館 能成為新的文化發想基地 讓學弟妹找到靈感 實現夢想 TVBS新聞綜合報導 還有美國職棒大聯盟的球技 現在是劃下了一個據點 大谷祥平在封關站 再度抽出了全雷打 這個賽季 它是以46支的全雷打 還有100個打點的數據來作收 加上投手部分 也是拿到了九射二敗的好成績 悶了十場比賽 大谷祥平終於在2021年 賽季的收關站找回自己 選手先發安德森 不過才投了三個球 就被大谷把球繞過右外野 即溫已經和美聯的全雷打王無援 但大谷還是用全雷打 向球迷說再見 大谷在這個賽季 投手部門繳出九勝兩敗 防禦率3.18和156次三陣的績 打九部門46支全雷打和100分打點 寫下大聯盟二刀流的新高點 只是大谷本人似乎並不滿足 除了大谷以外 臺灣的張育成也在收關站開轟 不要害怕打擊 左邊 後面是凱云 他出門的房間 他出門了 他出門了 Yu Chang 打了一槍 然後他出門了 好 好 這次張育成這個賽季的第九支全雷打 也把臺灣球員在大聯盟的安打打點全雷打這些攻擊